4月23日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 上海导师的试音会在外滩隆重举行了 学员们第一次和黄晓明、韩红、李文、王伟中四位导师见面 自然个个都是认真准备 而第一次见到学员的四位导师心情也是相当的兴奋 来看看他们双方在见面之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吧 23号的中国梦之声上海导师试音会上 导师黄晓明一上场 就对自己穿明黄色西装的灵感来源做了有序的说明 我的服装穿意来自于 这个刀子 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 我的这个衣服穿得真跟这个刀子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黄皮包蓝 最时尚最流行的 对于第一次跟学员们见面的形象的重视 不只是黄晓明 美女导师李文更是亲自为自己挑选服装 今天不要拍鞋子 因为我就是穿着随便鞋子 这是一个戒指还是三个 这是一个戒指 它是一个戒指是有三个这样子 还蛮有趣的 除了配饰 更让李文得意的是她的脸瘦了 你好像比上次拍宣传听的时候好像脸又瘦了 对对对最近又瘦了一些 就为了这个来个好形象来做 不是不是因为我一工作就比较不太吃东西 对就瘦下来就好 这边李文在为自己因工作而变瘦高兴时 那边黄晓明拿自己的脚伤和韩红的耳朵手术开起了玩笑 虽然导师们这会儿在短暂的休息 但是学员们却不敢放松 抓紧一切时间反复的练习 戴着草帽穿着马甲和布鞋 这位学员的穿着在众多学员中显得尤为特别 但他说他平时就是这样穿的 听完了草帽歌的阴浪 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眼前这位有视力障碍的学员 在喜马拉雅中心学员试音会上 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他边弹吉他 边唱了一首写给宝贝的摇篮曲《尽显复爱》 这次的导师试音会 他把自己的宝贝儿子寄来了上海 你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你叫什么名字啊 红涛 红涛啊 你今天来干嘛 你做好把他说 来唱歌啊 今天是陪爸爸来唱歌的吗 对的 别看接受采访时 小涛涛动个不停 一让他跟爸爸唱歌 他马上就投入起来 给我们合唱一首吗 我们唱一首《香烟花》好不好 好 眼前这画面是不是特别有爱 不知道导师们会不会为他们的颜色而感动 这次导师和学员们的第一次见面 还会擦出什么样的果花 我们新预测在线 还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报道 新预测在线上海 我来讲一下 哪里 我来讲一下 是